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有人说,洗澡是放松身心的好办法,但你听过人洗三澡,命比纸薄这句话吗? 看似荒诞不经,却流传甚广,尤其在老一辈人口中,这警告意味深长。 究竟是哪三澡如此危险,竟能影响人的性命? 有人因忽视而酿成大祸,成为无法逆转的悲剧。 或许你曾轻视过这些老话,将其归为无稽之谈,但当你了解到背后的原因时,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这些古老的智慧。 到底哪些洗澡习惯被视为禁忌? 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显为人知的真相? 随着夏季的到来,温度节节攀升,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要通过洗澡来缓解燥热。 这种冲动似乎是人类的本能反应,仿佛只有浸泡在凉爽的水中,才能驱散夏日的烦闷。 王大叔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运动的中年男子,他坚信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循环,保持健康。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一次险些危及生命的洗澡经历,这个经历将彻底改变他对这个看似日常的习惯的认知。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潮湿感。 王大叔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慢跑,试图通过运动来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黏腻感让他感到十分不适,仿佛整个人都被一层粘稠的膜包裹着。 回到家后,他迫不及待地冲进浴室,希望用一场痛快的冷水澡来驱散暑气,洗去一身的疲惫。 然而,就在他享受着凉爽的水流时,突然感到胸口一阵闷痛,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他的心脏,呼吸变得异常困难,犹如溺水般窒息。 幸运的是,王大叔及时意识到情况不对,强忍着不是立即赶往医院就诊。 医生告诉他,他差点因为这次洗澡而导致心脏骤停,如果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惊人的诊断让王大叔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自责,平日里注重健康的他,怎么会因为简单的洗澡而险些丧命? 这个日常行为怎么会成为威胁生命的隐形杀手? 通过与医生的深入交流,王大叔逐渐明白了洗澡并非总是安全无害的。 这个认知颠覆了他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也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理解。 特别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洗澡反而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这些情况被概括为三澡,分别是晨起后的澡,剧烈运动后的冷水澡,以及酒后澡。 每一种澡都有其特定的风险,需要格外警惕。 晨起后立即洗澡,看似能让人快速清醒,实则可能带来不小的风险。 这个时间段的洗澡行为,就像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驾驶汽车,危险系数大大提高。 这是因为人体在睡眠后刚刚苏醒,各项生理机能还未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仿佛一台刚刚开机的电脑需要时间预热。 此时洗澡,特别是使用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水,都可能对身体造成剧烈刺激。 这种刺激可能引发血压骤变,心率异常等问题,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就像是在发动机还没有完全预热的情况下,就让汽车高速行驶。 运动后立即充冷水澡的做法更是危险,这就像是在烧红的铁上浇冷水,可能导致金属结构的突然变化和损伤。 王大叔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案例,他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剧烈运动后,人体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毛孔张开,血管扩张,体内的新陈代谢处于一个极度活跃的状态。 若此时猛然使用冷水冲澡,会导致毛孔和血管急剧收缩,血液循环突然受阻,可能引发心血管意外,就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急刹车。 正确的做法是,先让身体自然冷却一段时间,让生理状态逐渐平稳,再用温水慢慢清洗,这样可以避免对身体造成过大的刺激。 至于酒后洗澡,其危险性同样不容小觑,这就像是在醉酒状态下操作精密仪器,极易出错,且后果严重。 酒精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而热水澡则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效应。 这种双重作用可能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增加心脏负担,就像是给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在增加压力。 更糟的是,酒精还会影响人的平衡感和判断力,增加在浴室滑倒或溺水的风险。 在这种状态下洗澡,就像是在悬崖边缘跳舞,随时可能失足坠落。 了解了这些潜在危险后,王大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洗澡习惯,就像一个认真的学生重新学习一门以为已经掌握的课程。 他意识到,正确的洗澡方式不仅关乎舒适,更是关健康,这是一门需要认真对待的生活艺术。 水温的选择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像烹饪中火候的把控,直接影响最终的成果。 理想的洗澡水温应该在37至40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范围就像是人体的舒适区。 这个温度范围不仅能让人感到舒适,还能避免对皮肤和血管造成过度刺激,就像是给植物浇水,既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 过热的水会导致皮肤干燥,血管扩张过度,就像是在桑拿房中待得太久。 而过冷的水则可能引起血管急剧收缩,对心脏造成压力,就像是突然跳入冰壶。 找到适合自己的水温,就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护理方案。 王大叔还学到,洗澡时间同样重要,这就像是运动中的计时器控制着整个过程的效果。 长时间泡在水中看似愜意,却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就像是过度享受美食可能导致消化不良。 一般而言,洗澡时间以15到20分钟为宜,这个时间长度足以清洁身体,又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超过这个时间,不仅会导致皮肤角质层过度吸水而变得脆弱,就像浸泡过久的海绵失去弹性, 还可能引起体温异常波动,增加心脏负担,就像是在蒸汽浴中待得太久,会感到头晕目眩。 在探索健康洗澡之道的过程中,王大叔发现,洗澡频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就像是饮食中的营养均衡需要精心调配。 很多人认为越勤洗越干净,实则不然,这种想法就像是认为吃得越多越健康一样片面。 过于频繁的洗澡可能会破坏皮肤表面的保护层,导致皮肤干燥,敏感,就像是过度清洗会磨损衣物的纤维一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天洗一次早就足够了,这就像是每天进行适度的运动,既能保持清洁,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度负担。 在炎热的夏季或剧烈运动后,可以适当增加频率,就像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补充更多水分一样。 重要的是要根据个人情况和环境因素来调整,这就像是根据不同的气候和活动强度来选择合适的衣着。 老年人和婴幼儿的皮肤较为脆弱,可以减少洗澡频率,以保护皮肤健康,就像是要特别呵护珍贵的易碎品一样。 洗澡的顺序和方式也值得注意,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作用。 王大叔学到,正确的洗澡顺序应该是先洗脸,再洗身体,最后洗头。 这样可以避免洗头时的泡沫流到已经清洗过的身体部位,造成二次污染,就像是在打扫房间时要从上到下清理,避免重复劳动。 在搓洗身体时,动作要轻柔,避免过度摩擦,对皮肤造成伤害,就像是清洗精细衣物时需要轻柔对待一样。 通过这次意外经历和后续的学习,王大叔彻底改变了对洗澡的认知,这就像是一个科学家通过实验推翻了自己原有的理论。 他意识到,洗澡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身体的方式,更是一门关乎健康的学问,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 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洗澡越勤快越好,殊不知这可能适得其反,就像是过度服用维生素可能导致营养过剩一样。 王大叔开始在社区中分享他的经历和新知识,希望能帮助更多人避免类似的危险,这就像是一个获得新发现的探险家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世人他的发现。 他强调,健康的洗澡习惯应该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遵循传统观念或个人喜好,这就像是医学要基于科学研究而不是迷信。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选择合适的洗浴产品,这就像是选择食材一样重要,直接关系到最终的效果和健康。 许多人喜欢使用香味浓郁,泡沫丰富的沐浴露,却忽视了这些产品可能含有的化学刺激物,就像是被食物的外表吸引而忽视了其营养价值。 王大叔建议选择温和,无刺激的清洁产品,尤其是对于皮肤敏感的人群来说更为重要,这就像是对待敏感的胃药选择易消化的食物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洗澡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的习惯,它不仅光乎个人卫生,更与我们的整体健康息息相关。 通过王大叔的经历,我们看到了忽视洗澡细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确的洗澡方式不仅能让我们保持清洁,还能帮助缓解疲劳,改善睡眠质量。 然而,若不注意时机,温度和方式,原本有益的习惯也可能变成健康隐患。 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次洗澡,在保持卫生的同时,也守护着自己的健康。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